正午一点非凡抢先报 电信王子玉堂先生你好 明圈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投资人醒来眼睛睁大一点 因为这个波动实在非常的一个狭幅 但是呢有些个别股是很精彩的 对没有错指数狭幅 当真的个别股的波动也好 今天有些当然也是 不管周转率高的 甚至先前强势的 都是短跌互见 尤其类股真的蛮良性的轮动 其实今天如果早上都有看板头 真就知道军工股 这个航太国防的接棒演出 因为先前有一些比较强势的 类似AI相关的周边的个股 还是有续墙的 只是普遍来说 有一些稍微就是早房开高做压回整理 因为毕竟已经连续喷出了三天 好像军工股间可能像是八冠汉翔 领军在涨 所以就是资金它是做一个良性的轮动 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的一个趋势上来看 第一个 AI相关所带出来的这些受惠个股 尤其是真的能吃到商机的 我觉得这个行情应该还没有走完 因为不单单只是你说 恰的GPB的爆红市场的话题而已 因为你看Google 微软的一个注资 中国大陆的百度阿里 很多其实厂商都已经往这一块 去做一个发展 当然现在聚焦的是 所谓叫深层式的一些运用 就是鼠山聊天机器人 当然我觉得AI的运用不止如此 但是点出来了就是说 我们之前聊到 今年的一个看法 投资的关键是AI 元宇宙 电动车 目前就大概这三个方向 所以第一个我们之前聊到 类似像具有科技 算是比较 你说如果在Essic这些厂商里面 要挑比较低价的 大概具有科技就有这样的条件 因为本来就是跟台积电合作 密切的这些IG设计厂 那你看像世新K1创意 都已经冲到900、1000 都已经来到这个所谓千元关卡了 一般投资人要再切入 第一个难度高 但是他们的创高会让 你说相关的个股 会带出比较的空间 我觉得具有就有这样的条件存在 所以他去年转上柜刮牌之后 因为那时候行情不好 电子股没有人气做休息整理 刚好顺着这一波 尤其是跟AI、Essic相关的个股反弹之际 顺势的一个喷出 我觉得 来到百元以上是OK的 因为他去年到今年 如果这两年来看赚四五块 应该不成问题 这本益比二十多倍 就Essic厂商来说第一个不高 再来我觉得最近会动到一些 比较落后性的 当然他有机会吃到订单的 像2401的林洋 其实林洋很早 大概应该是前两年吧 就已经切入到这个 叫做chiplet 小晶片市场 那所谓这个小晶片的一个市场 你可以把它想成过去 比如说主要运算就是一颗CPU 那小晶片就可能有三四颗的晶片 去组成一颗CPU 然后去做相关的这些 功能的一些运算等等 像是AI相关的运用 那小晶片的优势 就是可以让一些开发厂商 用比较低的一个成本切入 不会说一头片 一整个开发支出的成本过高 所以林洋来讲 在今天爆章媒体 大概也有谈到 这种整合AI高效能运算的 这个12奈米的产品部分 在中国大陆 甚至欧美市场 已经有两家大客户 做相关的这个AI产品 都已经开始接到订单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以林洋来讲 在过去这一个月 黄色那条季线 W底的景线过了之后 过去这一周以来的走势 就转为一个多方态势的架构 整个趋势面的形态 我觉得是蛮漂亮的 因为第一个 位阶是非常的低 如果可以的话 切个周线图给投资人看 时间周期拉长一点 因为最近市场谈到的AI股 你说创意创新高了 四星KY工艺 前具有科技短短时间 股价都快涨了将近快五成了 都真的很难切入 但是如果以林洋来看 你切周线 然后时间周期拉比较长去看 对就这个画面 其实周线才打出了第二只脚 然后景线的位置关卡 才刚要去挑战 等于是相对来讲 它的位置点 我觉得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既然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甚至同产业的族群 都在做一个比较良性的 一个轮动之下 那我觉得以林洋来看 应该是有机会 在跟进这一波 走所谓的AI相关运用的个股 我觉得可以比较乐观去看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刚刚也有聊到的 电动车 电动车这一块 从农历期间 Tesla的反弹之后 台股的供应链 兔年回来开始动 对兔年前不太动 因为Tesla股价跌 但是兔年回来 开始动起来了 这一波大概先由华福做领军 这一波华福真的很强 不管是人气 当冲量 业绩都不错 法人也在买 所以今天也算是波动 比较剧烈 一度十点钟过后 哇 急拉冲到五十点五 又压回 不过尾盘一点过后 看起来又买盘推升了 又点高上来 所以我觉得华福上来之后 其他的这一些电动车供应链的个股 我觉得就有机会开始去做人流的发动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领涨篡高 去带动相对来说 还在低档的一些族群 类似像先前的系统店 我们也聊到嘛 公布出来的营收不错 你看最近的股价 虽然不是像华福这么彪悍 但是你看系统店的一个 日K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走的也是蛮稳健的 那再来我们在应该是上周吧 也有特别谈到的 就是在这个二级体市场的 像是2302的力震 力震也是相对在整个电动车市场当中 或是在整流二级体族群里面 我觉得位置点算非常低 价位也低 但是业绩来看 却是成长性最高的 因为力震从过去这几年 切入到电动车 5G AI市场之后 在去年的法术就有谈到 因为切入到这种 比较高毛利的一个市场 整体的一个获利 是大幅度的一个拉伸 所以你去看一下 它在去年的营收 是逆势了写下的历史新高 年增是7%的成绩 非常难得 很少这些你说领主建股 在去年营收显历史高的 力震却是可以 最重要是它的毛利率 刚刚聊到 因为它切入到电动车市场之后 整体的毛利率它是拉高的 毛利率拉高之后 它的一个EPS 也同步性的拉升上来 因为毛利率现在已经来到 35%以上 算是相当好 然后以EPS推估 因为它去年前三季 力震是赚了0.89% 那全年去推估的话 赚1.2%应该是不成问题 这个成绩是可以写下 力震在1999年 大概创了22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角度22年来新高的成绩 那我觉得股价就有机会重返过去的荣耀 因为毕竟它已经切入到这个5G啊 还有刚刚谈到电动车 这个整流二集体市场这一块 那整流二集体在台场当中 我们之前聊到 最近比较强势的像力震 股价攻到250了 然后5425的台半 最近股价也冲到了九字头 快要去挑战三位数的关卡 所以如果你回过头去看 2302的力震的话 第一个股价目前十几块出头 而且技术面的形态 也是刚从底部电高上来 那原则上你大概就以 黄色那一条季线 作为一个观察重点 如果说接下来 它能够顺利去带量突破 黄色那条季线 大约是在17.7 17.6这个位置 如果它能够顺利突破的话 那么技术面上的一个 冲高的一个形态 就有机会完成 再来像是电池的一个部分 今天比较强势的长元科 利改KY 我们在上次股市现场有谈到 这个LFP 黎酸黎铁电池的部分 未来这几年 会取代三元电池 成为电动车所使用的主流 产出比从过去的3比7 变成7比3 所以LFP电池的一个部分 像是5227的 利改KY 它就是专注在做 LFP正极材料相关的 这个技术授权的开发 也已经跟很多国内外的公司展开合作 像是在这个欧西的厂商 FREIT的一个部分 它做的是这个固态电池 就是供电动车这一块 那正极材料相关的这个 技术专利的授权 就是跟5227的利改KY合作 所以我觉得它的一个 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LFP电池专利技术 很多都掌握在中国大陆市场手上 那欧美它必定要去中化 所以说一定会加大扶植 甚至是说转往其他的一个 国家的供应链 去做找合作伙伴 所以利改KY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存在 那再来像是我们年前就有谈到的 这个鋁电池盒的精确 我觉得目前的发展 还跟我们过去的看法一样 因为整个技术面的形态也很漂亮 这两天是带亮拉两根红K 过了12月中的这个套牢量区 所以说已经过了大概55元 这个整数关卡之后 整个形态上已经再度的转强 那接下来就是看业绩表现 原则上没有意外的话 像华福系统电动车零组件业绩都很好 那精确我们之前有谈到 因为它在供应给福斯的铝电池盒厂的一个部分 今年是正式量产出货 所以整体的业绩 乐观去看都会有比去年翻倍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电动车产业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操作的心态都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看 OK 你讲到电池 可能头次没有花太多心思 像这个6558的新能高 还有3332的信安 这个也是电池 对 所以刚刚聊到 这些电池股今天动到是先前整理比较久的 我刚刚谈到的性能高的一个部分 先前都没有动 今天带亮一根红K做突破 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 在电池产业这一块 又有比较独特性地位的一个厂商 尤其业绩在去年第四季 像长元科是创新高 尤其长元科 它又是这个台积电 在这个UPS不断电系统当中 最主要的供应商 因为台积电有谈到 2030年以前 要把所有厂房的UPS系统 换成这个离酸离铁电池的这个电池模组 那这一块就是8038长元科做的 所以它去年的营收写历史新高 就是开始供应给台积电 相关的营收开始认列了 原则上这一块的订单能见度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以技术面来看 横盘整理了大概一周之后 应该有机会补量再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